大家好,我是小龙哥哥 第五人格官方公布了新的消息 除了7月中旬要出古董山外 新的求生者作曲家也曝光了 其实作为第五人格的老玩家 看到作曲家这个新求生者的时候 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意外 因为早在2018年 求生者的投稿征集中 曾经就出现过一个叫音乐家的求生者 这个求生者可能是作曲家最初的创业原型 音乐家在投稿中是37岁的中年求生者 原本在乐团有很大的声望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音乐涌入乐团 古典音乐被人们逐渐遗忘 所以他的作曲作品逐渐的被冷落 最后只能淡出乐团 音乐家应该就是作曲家的原型 作曲家年纪估计和小说家差不多30多岁出头 这个年纪也对应了奥尔菲斯 当年成为畅销小说家的年纪 所以也是侦探分裂出来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人格 至于作曲家为何要去庄园呢 估计是创作缺乏灵感了 想来庄园之中和恶魔做交易 用灵魂换取灵感 这个类似之前的雕刻家 原本雕刻才华频频 但去了庄园之后 突然就拥有了天才的雕刻才华 但灵魂被控之后 人变得魔证了 估计作曲家去了庄园后就后悔了 并没有答应恶魔的交易 从而成为了想要逃出庄园的求生者 两只乌龟 两只乌龟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鬼 可还带着土耳朵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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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